国际最新的研究发现,含有雷尼剃丁成分的胃药放越久,恐怕会生成越多的致癌物。 因此,继美国以及欧洲宣布全面停售之后,我国食药署也决定跟进。 从8月1号起,国内36款同成分的胃药全面下架回收,禁止销售。 就是这款专门用来治疗胃酸过多的处方间用药,月尼停摩一顶。 因为药品成分雷尼剃丁被验出有致癌疑虑的MDMA,今年6月被食药署要求下架回收。 没想到一个月后,最新国际研究指出,这些致癌物MDMA会随着摆放时间越长和接触高温时间越久而上升,超过每人每日摄取量。 因此,即美国及欧洲宣布全面停止销售后,我国食药署也决定跟进。 从8月1号起,国内所有含雷尼剃丁的胃药,通通必须下架回收。 我们没有办法确保说在这个两年到四年的保存期限内,这个药品都是安全的,因此我们采取了这个管制的措施。 食药署表示,国内市场含雷尼剃丁成分的胃药,共有19家厂商,共36款药品。 有29款处方用药,7款只是用药,而根据健保资料库统计,国人每年吃掉8000万颗含此成分的胃药,市占率约三成。 因为它本身会抑制你胃酸的分泌,所以停药之后它的胃酸分泌就会比较多,所以我们建议民众不要善事停药。 药师提醒民众替代药物还有很多,民众不必恐慌,而食药署也请业者提出药柄回收计划, 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回收,甚至持续出货者,将以消保法处6万到150万元罚还。 记者拉雪敏,陈伯玉特报道。